什么?新冠病毒竟然能在表面活这么久? plastic 3天 木材 4天 玻璃 5天 时装 5天 金属 9天 哦我的天啊 哈喽大家好 我是Jason 药技师 COVID-19病毒无处不在 若是家里有人确诊 那他隔离的房间 带过的地方 用过的东西 都来个全面大消毒 因为病毒会通过感染者咳嗽 打喷嚏 说话甚至是唱歌时 所喷出来的飞沫 唾液而落在表面上 其他人如果手碰到这些表面 然后再去碰眼睛 鼻子或嘴巴 就有可能受感染 所以这一期我就来分享 若家里有确诊者 该如何正确的消毒 屋子里的所有表面 衣服、碗碟、电子产品等等 那首先要选购真正能 杀死COVID-19病毒的消毒剂 市面上有很多 但不是每一种都有效 所以买之前呢可以使用美国EPA N2来查看消毒剂的成分有没有在这个清单里 比如说我手上这款 Germicep消毒剂 成分是 Sodium dichloro isocenerate 然后就用LisN2来对比一下 诶有哦 它有在这个清单里头 就说明这款消毒剂能杀死 新冠病毒 LisN2的链接呢 我就放在影片底下哦 另外我这里还总结了10种能杀死新冠病毒的消毒剂成分 和所需的浓度 诶浓度也是很关键哦 若是浓度不够高 就不能有效杀死病毒哦 好学会了怎么买消毒剂 那要如何开始消毒呢? 如果家里有人确诊 赶快让确诊者隔离在一个房间里 24小时内确诊者带过的地方 用过的东西包括碗碟都要马上消毒 过后确诊者完成隔离了 他隔离的房间最好由他自己去消毒 如果是其他人消毒呢就必须戴口罩和手套 那用消毒剂之前呢一定要检查他的标签或说明书 注意这三点 第一安全信息 是否需要戴手套口罩还是护目镜 第二使用说明 因为每个产品的使用方法不一样 也不一定适合用在所有的表面 所以必须跟着产品的指示 第三接触时间 contact time 实际上就是消毒剂必须留在表面保持湿润的最短时间 比如说Delto Spray 喷了之后呢 它需要留在表面至少10分钟 如果喷太少 还没到10分钟就干掉了 那它的消毒功效就会减少 所以要特别注意哦 有些产品可能没有注明接触时间是多久 那你可以参考这个图表 比如Benzoconium至少10分钟 Germisac5分钟 使用消毒剂时也需要注意 不可混合或同时使用不同的消毒剂 不然可能会有化学作用产生有毒气体 第二打开窗口和风扇保持空气流通 第三先清洗后消毒 就是要先用水加肥皂或清洁剂来清洗 安脏的表面 干净了才开始消毒 因为油脂和污垢呢 都会影响消毒剂的功效 接下来我就会用Germisac消毒剂 来释放如何正确的进行消毒 我选购它的原因是因为第一有效 它能杀死几乎所有的病毒病菌和其他的微生物 第二安全 它不会刺激皮肤眼睛也不会呛鼻 是不需要带任何的PPE 第三容易操作方便携带 它里头是一粒粒的药片 需要用的时候把药片丢进水里溶解就可以了 现在先来释放如何消毒地板桌子等坚硬的表面 根据Germisac的标签 一粒0.5g药片加2公升的水 所达到的浓度是可以用来日常消毒 但是用来灭杀新冠病毒呢 浓度还不够高 所以我参考了研究数据和指南 另外计算好给你们咯 只需要跟着图表A 准备出来的消毒液浓度 肯定能杀死病毒 我的是0.5g药片 根据图表呢 需要放4粒进2公升的水 等溶解好就可以使用咯 桌子有明显的无垢 需要先用清洁剂 清洗过一遍 然后才开始消毒 用抹布进入消毒剂 然后擦拭桌子 记得消毒剂要够多 表面要够湿 保持至少5分钟的结束时间 然后让它风干 地板也一样 先用清洁剂加水拖地 清洗干净 过后呢 采用消毒剂来拖地 其他坚硬的表面 比如门把手啊 楼梯扶手 水龙头等等 都可以用一样的方法 消毒完毕 也不要忘了用肥皂洗手 20秒 那窗帘地毯沙发等 柔软的表面呢 就可以使用喷雾的方式 根据图表B来准备消毒剂 然后倒进空的喷雾器来使用 若是有明显的污垢呢 也是需要先清洗后消毒 等它风干哦 记得Jermicep它有漂白的功效 只能用在白色的布料 若Jermicep不合适 你可以选择其他的消毒剂 比如Delto Spray或Benzal Cone用来代替 至于厨房用具和餐具呢 也是可以用Jermicep来消毒 首先需要用洗网液清洗干净 然后可以照着图表C来准备消毒剂 你可以用喷雾器 或者直接把碗边浸泡在消毒剂里5分钟 然后过水一遍就可以咯 至于衣服传单等布料呢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好的消毒方法 是在至少60度的水温里洗衣服 因为在60以上的温度呢 新冠病毒5分钟内就死翘翘了 但不是每个洗衣机能控制水温 所以我建议把衣服先浸在大约60度的热水里 温度不能太高 怕衣服会坏 静超过5分钟呢 才把衣服放进洗衣机 用洗衣液洗就够了 洗好后一定要确保衣服有晒干哦 记得处理确诊者衣服的时候呢 也要戴上口罩和手套 那手机、遥控器等电子产品呢 最好是用至少70%的酒精来消毒 先把电子产品关掉 酒精喷在纤维布 才去擦拭它们的表面 但要尽量避免充电口 等酒精蒸发了才开机 好,消毒工作一点都不难 最主要是要买对消毒剂 使用正确就行 看完这期视频 你学会了吗 我是Jason 你的药技师 我们下期见